同学们好 打开我们大纲 这节课咱们来完成这个角色模块的代码实现 首先打开我们这个 为了封闭了 我已经提前把这一段给他写好了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一段代码 角色权限这一段 为什么给大家提前写好了 因为我发现 这一段代码这三个阴面的代码全是正常改查 就是很普通的正常改查 这个我以前已经给大家教过 所以这里就不用带着大家去写 因为这样的话咱们课程就很长了 而且这些没有E 这些大家都会写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看数据库 首先一共四张表是吧 我们要听一下一个用户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规则 这是规则表 I-U-L-E 就是这里全新管理这里 听一下节点 首先节点的名称 比如说叫分类 分类的删除 或者说分类的编辑或添加都行 然后打开一下 找到产品这里 分类管理这里 添加分类是这个页面是吧 我们顶级查看空间原代码 找到了它的原始地址 就这个 我们把这代码口碑过来 把这代码口碑过来 然后 增贴 在这里增贴 添加一下确定 添加以后 我看一下数据库 你看刷新 它就有这样一个 分类把这个代码删掉 你看 分类的添加 这是它的地址是吧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角色 角色管理这里 添加角色 比如说这个是 分类管理员 是吧 或者说商品管理员 它有这个 分类的这个权限 确定 生品管理员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第一个把它删了 第一个因为是我以前做测试用的 好 这样的话角色咱们就有了 有一个是叫商品管理员 是吧 咱们继续添加 添加管理员 添加管理员的话叫 adme adme 然后 adme 失败 是不是已经有了 是吧 伸出一下 好 成功 咱们再添加一个 这个的话是 比如说这个 叫 角色管理 或者说管理员管理 管理员管理 地址就是这个 找到管理员管理 这里 找到这里 打开 把这个代码拷贝过来 好 添加一下 确定 添加决定以后 我们添加角色 这个是 管理员管理 好 确定 好 再添加这个 管理员那边 这个是 叫 叫什么呢 叫 adme 1 是吧 adme 1 跟那刚才 拉个分开 或者 root1 刚才 拉个分开 好 提交 也成功了 是吧 把这些准备好以后 我们正式来写 这个 rlbc代码 前面这些我就不带大家去写了 你看 第一个是 这是 我都把它写一下 这是全线 规则 规则 列表 规则列表 全线列表 这些代码我已经提前写好了 就不带大家去写了 这是天涯管理员 管理员要使用的是md5加密 我相信大家学这个课程的话 对这些应该很熟悉了 所以这个我就不带大家去写了 主要是把核心的这个难点给大家写一下 好 这里有一个重要点 就是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配置 因为我把这个数据库的表给改了 是吧 你看 是由auth开头的 所以我们正在改 配置文件的时候 要不改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要把它改成 这个表 这是改表的名字 然后 还有这里有一个认证开关 就是如果你不想认证认证的话 可以把它改为force 第二个 这个是认证的类别 比如说第一个是实时认证 第二个是登录认证 实时认证呢 就是你一进来 他就认证 不管你没顶级一个链接的时候 他就认证 而登录认证呢 是只有他登录的时候才会认证 这个这块的话 咱们用实时认证 因为实时认证 他就不会存在这个sets里面 如果你是使用登录认证 他会把这个登录的这个权限 放到这个sets里面去 这里咱们咱们因为 后台操作人数不是很多 咱们目前来说 就使用这个实时认证 好 这里然后我们来写一下 怎么去认证 首先我们这里写一个 写一个类 这个类叫做 logan类 登录了 我们先把登录这块写了 把它拷贝过来 登录了 咱们只需要第一个 logan 小写 好 登录内了 咱们去写一下 首先写一个阴面 阴面的话 咱们直接把它阴面拷贝过来 这个 直接拿到咱们的师储下面 这里重新写一个 不是这个 这是做测试用的 在咱们TP5 下面有一个 idme 下面有一个 隐带是这里续写 直接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咱们打开 咱们访问这个地址 看一下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解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美国表跟美国表之间的关系 隐带是下面的 有一个叫logan 是吧 控制器第二行 他说第二行有个错误 明明空间错误 总计拷贝一份 这改一下 好 他是说这个没有这个摸证 这个四种文件是吧 四种文件的话 咱们改一下 像logan 没有找到这个 这里名字改一下 因为这可能用了构造函数了 改一下 这里咱们也改一下 好 刷新一下 他说没有这个模板 怎么会没有这个模板呢 注意大条写 大条写有区别 好 刷新一下 样式问题 样式问题 然后把这里样式改一下 这里样的是点杠是吧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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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样式不多 好 刷新一下 好 我们再试一下 刷新 OK 然后他这里还加了一个验证码是吧 验证码的话 咱们先这里先不用做 因为这个应该以前大家都做过 如果想做的话 可以自己试验一下 这个不是很困难 刷新一下 咱们就要一个账户密码就行 那么 内蒙等于 i的密下面的 他是我的 这是 i的密下面的内蒙 是吧 提交 提交到哪里去了 提交到 到这个 大优 里面的有一个 index 模块 是吧 今天都少写 log里面的 叫验证 叫do log 好 这里写一个 public里面的 do log 好 打印一下 刷新 登录一下 i的密 i的密 登录 来提交过来 是吧 提交过来的话 咱们这里印证一下 直接连接数据库 加i的密 下面的user 就用一个slate 查询一条就够了 五秒条件 是 i的密下面的user 内蒙 等于点 到下发现post提交的是吧 提交了这个adme下面的user 终于 因为它是用字符算是吧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代印号 然后并且 i的密下面的 它是我的 等于一个 md5 md5加密的 到下发现post里面的 是吧 注意两边的代印号 得到结果 得到结果 咱们 咱们乘除到says里面去 一会儿做验证 先打印一下 看一下这个结果 好 刷新一下 有错是吧 语法有错 find 这里 刷新 my circle语法有问题 然后 到了user 数据表 没错 然后 post提交过来的 也没有错 错了 叫password 是吧 再刷新一遍 看一下 嗯 它说是一个语句有错 是吧 admin等于 单引号过来的admin 并且 密码等于 md5后的密码 咱们输出一下 这个是这个语句 到了m 要用一个get nest sqr 这句话是查看这个语句 看能不能查看 嗯 他前面已经爆错了 不法查看 嗯 我把后面这段话删了 看一下 一点一点调试一下 嗯 好像多过括号是吧 刷新一下 嗯 有是吧 刚才应该是多过括号 刷新 第17行 疑法有问题 md5后的 是哪里有问题了 是吧 刷新 并且 是吧 这个admin下面的 password 单引号 是吧 紧跟着 等于 点一个刀下滑线 boss的里面的 word 这个单引号 password 语法有问题 数据歌 匹配一下 错了 这里是 admin下面的 password ok 没错 没错就ok 这里的话 要用md5加密 是吧 ok 得到数据以后 我们把它存到sense里面去 比如说 里面有个user 是吧 把data传进去 并且 并且 跳转 给一个登录 成功 成功 是吧 超转的 注意都尽量用小写 你带着三个三个里面去 否则的失败的话 停转 停转 登录 失败 好 我们来登录一下 如果登录成功 登录 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要返回是吧 刷新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跳转 又跳转 又跳转回来了 这个地址 前面有个根 刷新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看一下这一块怎么跳转 有点忘了 就直接跳转到 这里应该用大优势方法 比如说 这个index下面的index 来默认跳转到手约里面去 三个隐带个是 登录刷新 登录 跳转 跳转到这里过来 过来的话 设计里面就有数据了 比如说 我们这个 它默认的权限是有什么 我们看一下 它是 我们来举一下 首先 这个表示它用户表示 用户里面有一个名字叫 ID为2的 这个是权限的 就是这个名字 比如说我刚才是添加一个商品管理员 是吧 它有一个权限是2 2的话就是这个权限为2的 这是 分类的添加是吧 它有分类添加的这个权限 好 这个是它的主 它用户主 比如说刚才有一个用户为2的 ID 就这个 ID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用户主为2 用户主的就是这个 用户主 就上面管理员 上面管理员里面有 它有一个权限 权限为2的权限 就这个 等于说 这个 这个IDMb 它是有这个 分类添加的权限的 那我们来 再来写一个 写一个控制器 这样 C O MM O N COME 点PHP 这个是公共内 它的公共内 比如说 拷贝过来 这里的方法 我已经请你准备好了 这样 写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找到角色代码实现这里 直接把它代码拿过来 拿过来 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代码是干嘛的 它是 默认的方法 会自动执行 特征有点像这个构造方法 什么意思呢 当 代码 加载的时候 会 当函数下的 任何函数下加载的时候 它会调用 调用此函数 有点类似于这个构造 构造函数 然后第一步是获取生成的UID 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一个叫USER 是吧 里面有一个括号名字叫ID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就说它没有登录 是吧 所以跳到这里面去 这里改一下 小写 这里是实力化这个类 这个类的话你要引入 比如说我引入这个类 ORG 引入这个验证类 引入这个类后 调用这个方法 调用这个方法 这个是什么 我们把它拿出来 这个 注释一下 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第一个 这个是 模块名 然后这个是 分化名 这是控制器名 最后这个是分化名 所以它这个就有点类似于 这个 比如说index下面的 index下面的index 它组装起来就是这个 把这个传入到这个函数 去 我们看一下 找到这个 找到圣告HP里面的这个验证类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配置是吧 这个刚才我没说过 它会自动下载这个 它会检查权限 就检查你 你传过来的权限 有没有满责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用户为 2的 ID为2的这个用户 它有一个分组权限 分组权限是 你看 用户ID为2的 它有一个分组权限为2 就是这个商品管理员 商品管理员又有一个规则 这规则是这个规则里面的 有一个分类添加权限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开启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就写着一个没有权限 并且挑回了 这里应该是US1 这里面有一个 点ID 获取用户的UID 好 这里我先把它注视一下 因为我要做测验 比如说我现在登录进去 都是可以访问的 是吧 如果我说把它打开 我刷新 这里要继承啊 所有的类要继承这个 这个类啊 然后我们找到所有的类 找到所有的这些类啊 这些类要继承 继承这个对吗 不对啊 应该是继承这个类 你看 继承这个类啊 让它继承这个公共的类 这个不用继承啊 有点 这个也要继承 这咱们先不继承啊 就继承这两个类啊 这两个做测测验 比如说我现在刷新 有一个引入有问题啊 在 com这里是吧 是不是我家多加了一个杠 好刷新一下 他说这个类没有找到是吧 有法错误 怎么会没有找到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深刻下面的 O2G下面的 AUTH 这里是明明空间有问题啊 这个内容我是直接从这个3.2那里拿过来的 所以他这里明明空间有问题啊 改一下 O2G啊 再刷新一下 回来 加油杠啊 刷新 没有问题了是吧 然后我们因为用的是这个权限登陆的啊 如果他没有这个权限的话 没有验证的话 可能是TP5 他这个函数里面不支持这种写法啊 就不能选你直接调用这个 呃成功验证的这个这个函数啊 那怎么办呢 比如说咱们这里可以写一个跳转啊 写一个跳转比如说 ACO一个单引号啊 写一个GS跳转 或者HEAD跳转也行啊 具体怎么写可以由你自己啊 我这里写GS啊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跳转叫location 点HREF 然后跳转 的话 用一个单引号 跳转的地址啊 这里要用双引号扩展 比如说 有大U方法 我能按照 跳到这个 index下面的 有一个 logo下面的 有一个 呃 在一起 ECK 下面有一个 EROR啊 这样一个错误 然后我在这 在这里写一个 比如说这里写一个 叫EROR 这里是 XK的啊 干 这样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写啊 因为它不支持直接调用是吧 那我可以在这里调用 写个EROR是吧 这里写一个没有权限 没有权限啊 没有权限的话 可以让它跳转到哪里去了 比如说 跳转到这个首页里面去啊 但一会儿我要给这个首页 加一个权限啊 否则的话 它得一直跳转 让它跳转 这里啊 这个也要改一下 这个的话就 Eletor吧 自己弹出吧 写简单一点啊 登录 没有登录 没有登录 这里 跳转到 index啊 如果登录失败的话 跳转到这里去 那么它肯定要有这个 这个 这两个的权限啊 所以我们这里添加一下 比如说 我先把这个节点关 先在这里添加一个啊 我直接在这里添加了啊 比如说 4是吧 比如说ad为 嗯 规则 ad为4的这个首页 是吧 首页 拿过来 这里是引dx 我直接从数据库添加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怎么添加的 这是首页 首页的是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 welcome 页是吧 叫index 下面的 VEC 看一下这个 叫index 下面的welcome 是吧 welcome 啊 这个权限 欢迎 夜啊 啊 欢迎夜 那么 在 在这个 这里是分子啊 商品 他应该有一个 一面啊 商品管理员 是吧 因为 用户为二的 这个是个商品管理员 是吧 所以我们这里 要加几个权限啊 比如说 刚才添加了一个 4跟5 我们在这个 里面 用逗号分格 加一个4 再加一个5 用英文啊 4 加个5 啊 这样就让他有 这两个权限 好 我们试验一下啊 刷新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我们去看一下 其他页面 比如说 我点击这个 产品页 没有跳转是吧 没有跳转的话 我们检查一下代码 看一下 跳转这里 啊 这里应该是嘴腾是吧 比如说我们嘴腾 手边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你看 当我顶记这个产品管理的时候 你看失败是吧 没有权限 真的跳转 啊 这个的话 嗯 没有权限 咱们就不跳转吧 看一下啊 再点击一次 嗯 这个还难办啊 因为我们用的是框架 没有权限的话 我们就让他跳转到这个欢迎页面是吧 好 点击一下 没有权限 你看是吧 你点击这个分类也没有权限是吧 好 我们给这个分类加个权限 比如说我先把它注释掉啊 把这个注释掉 直接从数据库加吧 我给这个分类加个权限 比如说 刚才有一个是这个 分类添加是有权限的是吧 比如说我直接访问这个 我们看一下就没有啊 分类添加是有权限的 啊 你看 是OK的啊 如果是分类的删除呢 比如说我们点击删除了看一下 你看 没有权限是吧 啊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验证就算完成了啊 如果你想加什么权限就在这里加啊 或者直接在这个 这下面里面去加啊 就提案把这个权限 把这个权限添加完成啊 然后加的话可以从这里啊 给它加多个节点多个权限 你看是吧 添加节点啊 按照这个方法去加啊 添加权限 你看是吧 可以添加多个权限啊 如果有权限的话 就让它进来 没有权限就不让它进来啊 这四个表 这四个表咱们再来捋一遍啊 就是大家来捋一遍 首先是这个用户表 用户表的话 我获取它的用户ID 通过这个用户ID 给它绑定一个啊 比如说这个用户ID跟这个 分组ID啊 比如说我在这个分组里面添加两个管理员 一个是管理员管理 一个是商品管理员是吧 然后我用这个 用户ID跟这个分组ID绑在一起啊 就通过这个这个表啊 最后这个是节点表 比如说我在这个 在这个分组表里面 可以添加多个节点啊 然后印象到节点里面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条规则 如果有的话 就让它过 没有的话就不让它过啊 就是啊 就是这个AUTH这个类的用法 非常简单 也非常实用啊 好 那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啊 大家下去把它念一下 其实也非常简单的 你看没有权限是吧 你看也没有权限啊 好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啊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